昨天立法院临时会监委投票 有11位提名人重箭落马 国民党大党兵林洪池 今天快要中午才到立法院 一开头他就说已经向党中央请辞 而低空飞过当选门槛的监察院长 提名人张伯雅 一早也到立法院拜会 虽然他并没有评论投票的结果 但是他强调希望立法院和监察院多沟通 国民党立委跑票要不要记出党记 有没有立法院打脸吗 自己提的监委名单自家立委 竟然不挺刷掉11个 堪称史上最惨烈 总统马英九上午出席活动 没有任何表示 但党团大党编林洪池 一早就出面宣布请辞 坦白讲有11位监委没有获得同意 也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落差 对于没有达成使命 我负完全的责任 所以我提出辞呈 稍微有一点意外 像他是很好的执行长 就很可嫌 遗害的 希望中央还是能够未留他 立法院长王金平忙出来缓夹 监委倒11个 连监察院长都是低空飞过 张布雅一早也拜会王金平 对于现在立法院监察院 有些尴尬的局面 张布雅说要多沟通 提到存废问题还是有点介意 不过没过的11位监委怎么办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喊话 不要再补提名了 现在这个政府已经进入到他的第二任的后半期了 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个阶段不要再提补充的人选 让现在已经通过的人选 能够好好的把这个监察院 在这个阶段要行使的监察权 能够好好的去处理 马英九总统尊重立法院的决定 但对于未通过的部分表达遗憾 为了维持监察院的正常运作 总统将依照宪法及宪政惯例补行提名 在立法院新会期开议之前提出名单 监委投票结果让人意外 少了11位监委的监察院 未来要如何绚丽运作 也是一大问题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